男生的恋爱脑是不是都死在了19岁 我看到一个男生这样说道 我们男生这辈子只会有一次恋爱脑 那就是我们倾尽所有不留余地的爱一个人 结果最后还是被嫌弃 被抛弃 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冷静 不再相信爱情 尽管之后有更好的人 长得也好 心格也好 可就是找不回来那种心动感觉 如果我们能早点遇见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的 果然恋爱脑都死在了19岁